這個選戰焦點就是台北市長的參選 那台北市長的選戰 現在也呈現三角度的局面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 輔選的洞見也備受矚目 他日前就接受了ET Today新聞雲的專訪時 就坦言自己累積的支持度 難以移轉給黃珊珊 你來看看他是怎麼回應的 他還是候選人 他還是有很多他自己做的 所以你說 他既不是柯文哲接班人 也不是柯文哲的合伙人 正確講他就是黃珊珊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抱怨 台北市長國民黨在這 過去30年的提名 20幾年 馬英九 郝龍斌 袁聖文 丁手中 其實丁手中也不能說 他的岳父也是三星上將 在他講完 有時候就忍不住要問 為什麼都是要權貴子弟才可以選台北市長 這是我們對國民黨的指控 為什麼 我們都很大的時候是正一代 我們就自己打天下 為什麼連國民黨可以當選市長 每一個都是權貴子弟 我覺得這有時候社會不公平 我覺得這有時候社會不公平 不是我喜歡不喜歡 我都有潛意識的人 就社會不公平 你刻意在評價 你在講嗎 因為之前市長的評價說 他只是長得帥 然後跟無能 他真的只是這樣 不然他秀給我看 通常看一個是看他check record的 我還沒當台北市長之前 我當醫生是pop的 不然你喜歡不喜歡柯文哲 他在醫學上是頂尖的 你告訴我講完有什麼偉大的司機 才給我聽 他做那個領域他有沒有top 講完目前民調還是被選 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 有50%人怕陳時中當選 這個就有一個很大的 就用人家chip in horse 這個還是有氣跑的成名在 我也不會贏 台北市是這樣 有時候有中間選民 扣掉剩下的是藍大利 再來就是很多原因 這個失業運也命也 所以有時候祖先餘印還是有 那問題是這樣 政治不要做到每個人都知道 為什麼不喜歡民進黨就是這樣 太違反作為一個人的人形 所以我在講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反對陳時中 你有沒有擋DNT 不然你講 那時候已經疫情 我為什麼那麼生氣 我已經疫情爆發在死人了嗎 你還擋DNT 那你的政治價值是什麼 我一定跟他 我一定反對的 因為採到我當醫生的風險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8年 市長任期即將要落幕了嘛 那他同時也是身兼民眾黨的主席 所以呢他在接受我們ETIT Today專訪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他的一些官員 想要競選2024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的一些政策理念 像是啊他就說 他覺得說每一次台灣要換總統 就要換6000個職務 他就覺得這根本就是一個共犯結構嘛 那至於呢 在總統職務的兩岸路線上面 柯文哲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他的政治理念 因為換總統要換6000個人的這個問題 一定要把他降掉 把他改掉 換了一個總統要換6000個位置 你要把他改掉 正在想 我們要重建台灣的文官制度 這是你未來選總統的重大政見 正在想啦 沒有不一定 我只會輸到政見 要想怎麼做 如果我選一個總統要換6000個職務 他不然就 所以你那個啊 一招天主一招神 所以他會變成共犯結構 他不得不支持那個 所以你換了總統要部長 可是我們不是有 我們的常任文官 我們的文官是還在的呀 我就講嘛 換了總統要換所有的部長 底下的國營事業全換 國營事業的子公司全換 OK 他說我們還有文官啊 我們還有文官 沒有啊 所以我們 2000年以後 我觀察台灣政治上最大問題 是文官制度破壞 現在文官都 每個都看臉色半製啊 這什麼啊 也是 所以文官制度破壞是 我說我兩 我自己當 所以我其實 一開始可以寫那個 寫我對台灣政黨的觀察 絕對比神父雄更精采 好 民進黨主 主席蔡英文日前幫陳時中 來站台的時候 他就大戰陳時中啊 有擔當領導力及抗壓性 還說自己如果不當總統的話 就要去做對方的青年局長 或者是國際局長 那麼對此啊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也針對這件事做出了回應 他認為這是病急下猛要 蔡英文總統辛苦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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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子體體弱弱呢 從統蔡英文到同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的場子幫忙站台 一開口便化身小英教官 管理起現場宣民們打招呼的默契 大家好 好 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管號秩序後 蔡英文繼續火力全開幫陳時中暫殺 不僅肯定陳時中成立國際事務局的政見 還想當他的青年局局長兼國際局局長 我如果不做總統的話 我去做你的青年局局長 跟國際局的局長 但是你要讓我選得住喔 欸欸欸你都已經是總統了 還想當陳時中的局長喔 小英你太貪心囉 不過他的野心還不只這樣 蔡英文二日在記者會化身法務部長 直接點名國民黨籍宜蘭縣長林姿廟社灘 那麼現在宜蘭縣長 卻因為涉嫌貪污立案 遭到起訴 起訴書指出其涉嫌利用人頭帳戶 有超過七千多萬的錢呢 是洗錢或者是金油不法交代 再變成警政署長批評苗栗縣長候選人 鍾東景是黑道背景 不僅如此 這次選舉還有一位候選人 錢客累累 具有黑道背景 卻還自比是南非前總統 曼德郎 更質疑國民黨南投縣長候選人 許淑華跟黑道掛鉤 現任的國民黨縣長 還有國民黨這次推出的候選人 也都遭到質疑跟黑金家族 黑道集團掛鉤 除了教官和阿中的局長 小英還身兼法務部長 跟警政署長 點出候選人貪污 還要嚴格掃蕩黑金政治 我們的總統身兼數值 真的是太忙了